众神创造万物 人们相信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也相信超自然的存在 由此来理解诸如闪电 风暴 日时 月时等自然现象 几个世纪以来 宗教是回答我们 问的问题的最早常识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自何方 这充满能量的整个宇宙 这极端广袤的空间 极其包容的万物 如何无尊生有 对一些人来说 这是上帝重新进入角色之处 这是上帝创造的能量和空间 大爆炸是创生的时刻 但科学讲的是另一个故事 我们更能理解恐吓古代人的自然现象 我们甚至可以超越爱因斯坦所发现的能量和物质的美丽对称 我们可以利用自然定律来解决宇宙的起源本身 并发现是否上帝的存在是唯一的解释 宇宙的大爆炸核心的巨大神秘在于 解释不可思议的 巨大的拥有空间和能量的整个宇宙 如何能无中生有 其秘密在于我们的宇宙最奇怪的一个事实 物理定律要求存在某种叫做负能量的东西 想象一下 一个人想在平地上建造一座山 这座山像代表宇宙 为了造这座小山 他在地上挖了一个洞 并用来堆它的山 当然 他不只是在建一座小山 他还挖了一个洞 实际上是山的另一个副版本 那个洞里面的东西 现在已经变成山丘 所以这一切都完美地平衡 这就是宇宙开端背后的原理 大爆炸产生了大量的正能量 它同时也产生同样多的负能量 通过这种方式 正和负的加起来总是零 这是自然的另一个定律 那么今天这些负能量在哪里呢 它在我们宇宙食谱中的第三种成分中 它在空间中 根据引力和运动的自然定律 科学中最古老的那些定律 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负能量仓库 足以确保一切加起来为零 我们得承认 除非喜欢数学的人 这些都很难掌握 但它是真的 数十一个星系的无尽网络 每个星系都有引力相互拉扯 就像一个巨大的储存设备一样运行 宇宙就像一个储存负能量的巨大电池 事物的正面 我们今天看到的质量和能量 就像那座小山 相应的洞或事物的负面 遍布整个太空 那么在我们寻找 是否存在上帝的过程中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如果宇宙叠加起来是无 那么你就不需要上帝来创造它 宇宙是彻彻底底的免费午餐 既然我们知道 正的和负的加起来都是零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弄清楚 是谁发现了整个过程 是什么能够导致宇宙的自发出现